目前是梅花花期 除了新意向的梅花以外 水里香各区的梅花目前正在绽放 一路直到1月中旬 欢迎大家简单赏梅 这里是南投县水里香 上安村张家梅园 这边的花期今年到1月20号左右 现在有兴趣的朋友来这边赏梅 这边的梅园的特色是像日式一样 梅汁的走向 还有以前我爸爸留下来的技术 把这个梅园很矮化下来 所以到现在已经保持40年左右的 还保持得很好 梅农张哲明也指出 去年因为有发生游客不守规矩的情况 因此提早官员 希望游客来到水里香赏梅之鱼 可以好好爱护地方的环境 去年有发现到来赏梅的 有把我遮梅汁 还有给我烤肉那个是最严重的 看到都晕掉了 请各位来赏梅 也不要去摇它 也不要去折它 就好好欣赏就好了 县意员陈初威表示 除了新义香以外 水里香其实有许多地方得到相当漂亮的梅花 欢迎大家来水里赏梅 那在水里香有很多赏梅的一个村落 比如说我们玉峰村的Chicona 永兴村的平林 还有上岸村的张家梅园 其实在上岸村还有其他的一个梅园的地方 以及我们新兴村也是有这个青梅的盛产地方 那当然这个赏梅 梅花的帐範季节 有它的时效 就是从我们12月底一直到圆月的中旬 这个都是赏梅最好的一个季节 所以在这里 淑慧还是很诚挚地邀请各位好朋友 能够到我们水里以及新丽来做一个赏梅之旅 美容也指出花旗直到1月中旬 希望游客可以把握机会前来赏梅 记者邱平易学历采访报导